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360 给您全方位的好天气 以及一个天气重点 礼拜一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稳定 比较炎热一些 那么建议大家可以穿着比较透气的衣服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仍然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那么接下来礼拜二封面渔期就会报到了 礼拜二跟礼拜三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 如果大家会发一些外出行程的话 要特别注意这两天的天气 那么在礼拜天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持续是受到偏南风的这个影响 方面的位置在比较偏北边的长江流域附近 这样的天气就会持续到礼拜一 接下来到礼拜二的时候 可以看到方面云气逐渐南下影响到我们台湾了 那么最主要影响时间 礼拜二跟礼拜三 接下来礼拜四的时候还是一样 要特别注意在中国南方有一些残留的云气 虽然说方面会逐渐远离 但是可以看到其实在南方的水系 都还是比较多一点 所以到礼拜四的话呢 可能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震雨发生了 虽然说整个大环境来说天气是要逐渐的转趋稳定了 温度的部分的话可以看到冷空气的位置在比较偏北边 我们台湾都是暖色系的 还是持续受到比较温暖的空气的影响 所以呢即便是礼拜四方面云气南下 温度也不会下降太多 最主要就是这个下雨的关系 可能温度在白天的时候会稍微有点这个降幅 来看一下空气平均要特别注意 可以看到这个棕色的虚块代表PM2.5的浓度比较高 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两天要特别注意的是 中部以北尤其是北部地区 那么会这样子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这两天是吹着偏南风 所以中部以北呢是这个气流的尾流弱风区 所以呢感受上啊这个污染物是比较容易累积的 未来四天下雨的地方的话呢 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地方区块的颜色都是比较深的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礼拜二跟礼拜三这两天呢 受到方便云气的影响要注意 局部比较大的雨是礼拜四这个颜色也不浅了 那么有可能会有局部的阵雨但是呢 最主要是因为风面雨季通过之后呢 风面后方可能有一些残留雨季 要注意的是这样子的这个变化 所以这个礼拜如果规划一些外出形成 要特别注意可能这个相对来说 架雨的机率会比较偏高 尤其是在礼拜二跟礼拜三这两天 那么基本上各地的天气要特别注意的是北部的空气品质 有机会达到对所有族群不健康的这个等级 另外在我们东半部地区 花莲跟台东的降雨几率是稍微比较偏高 那么到了这个礼拜一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其实要特别注意的仍然是空气品质 中部与北地区尤其是陶竹苗跟这个北部大台北地区 大台北地区有机会到达这个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天气的部分的话大致上都还是可以看到阳光 而且白天高温可以来到33到34度 那么在东半部地区的话呢 宜兰跟花莲的降雨几率是稍微比较偏高一些 可能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们明天再见